给疏通剂,堵塞的滴漏疏通好了,客户多奖励了50块钱,开心。 今天又捡个巧合,客户加花洒滴漏,有点下水慢,客户到了疏通剂,给管道堵得更严实了。 客户先找物业师傅疏通了几下,没疏通好。 物业师傅还建议客户找个师傅给楼下的管道换掉,才可以解决问题。 然后客户抱抱世事的态度,然后客户找到我。 我刚刚用手电筒罩了一下,地露里面的沉水湾那个地方确实有好多白白的,也不知道是什么,我先用弹簧打一下,看能不能搞通。 这个活虽然物业师傅搞不通,既然客户找到我了,我要尽量想办法给他搞通。 我们现在用弹簧在地露里面打了一下,好像也没打到东西,也没感觉到硬邦邦的。 看,现在给这个弹簧拿出来,感觉怎么里面有头发呢? 难道物业师傅疏通不是用疏通弹簧吗? 正常如果物业师傅用疏通弹簧疏通了一下,这个头发应该就是物业师傅疏通出来,不可能是我给他搅出来了。 哎呀,不管他了,我们自己给这个活干好,就能收钱,如果干不好,我也白来,哎,我们就怕到疏通地,这个是精装房,楼下还没人。 当我们在这个楼上地露,搞不通,我们还可以到楼下疏通,是吧? 他这个是精装房,楼下没人,所以我在上面能给这个地露疏通好就疏通好,疏通不好,我也学物业师傅直接走人。 这个疏通弹簧搅了一下,刚刚只搅了一点头发出来,我们现在用花傻来沖个水,看看里面的水还旺不旺扎漫,哎,感觉还好一点啊,这个水放了一会,地面的水才慢慢的往上滚,估计他堵的地方比较深。 然后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,里面确实有好多白白的,我问客户,到了多少数冬季,客户说他只到了一点点也不多。 你看,这个白白的,你看我用螺丝刀在里面捅了一下这个白白的疏通剂,也不知道是啥东西。 这种疏通剂就像粉一样,还好不像结晶的,我们先再用螺丝刀在里面刮一刮,啊,刮不了。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疏通弹簧再试一下,他这个地露堵着水啊,放水,要一会才网上骂,我估计疏通剂堵的地方应该在S1那个地方,我们需要给这个弹簧。 想办法打过S1,然后弹簧在里面搅一搅,这个弹簧过不去,这可咋弄? 我们再刚刚搅了一下,我们再用这个水冲一下,看行不行啊,好像还不行,稍微放了一会儿,下面的水就慢慢的往上滚。 但是呢,水也能下去,就是特别慢,看,现在放了一会儿了,下面的水还是有点往上滚啊,还是不行,下也是下,比一开始来的时候要好一点。 你看,现在放了一会儿了,水也能下去,就是慢慢的往上滚。 然后我们现在呢,换了一根弹簧啊,这个是一米二的弹簧,我们想办法给他过个S1,让这个弹簧过了S1,估计就能给这个地露搞通了。 我们现在给这个弹簧往里面塞,让手钉转,使劲的拽,呦,这下用机不错,看到没有?一米二的弹簧已经过了S1了啊,好不容易弹簧过了S1,我们给弹簧在管道里面多搅一搅啊,好不容易过了一次S1,千万不要放弃,多搅一搅。 好了,现在搅了一会儿了,我们给弹簧拿出来,然后现在再试个水啊,我估计是行的啊,这个管道里面呼噜呼噜响了。 看,水流的特别快啊,看是不是很快,呜了一下啊,还不错,运气不错,然后我们给滴漏盖子盖上,再看看流水,会不会慢上来,现在滴漏盖子盖上,水也流的很快,一开始这个滴漏盖子稍微放一点水,水就慢上来了,哎,还不错,折腾了十几分钟,就给这个滴漏疏通好了,我也不知道屋叶师傅是怎么疏通的。 开始,物业师傅还准备让客户找人换管子,这下管道疏通好了,不用换管子了,又给客户省了好几百。 那我十几分钟给这个活疏通好了,我能收多少钱呢,我估计基本疏通费应该能收到啊。 好嘞,本集分享完毕,感谢支点,拜拜拜拜。